男人尝口汤却喝了一嘴毛 正要批评女友做饭不干净 却惊讶地发现掉的是自己的眉毛 他轻轻地拉了一下 眉毛就整片脱落 晚上洗澡时 他又发现头发大把的脱落 男人开始感到紧张 急忙去医院做全身CT 却检查出身体并没有问题 医生认为男人只是简单的脱发 随即给他开了瓶维生素C 可诡异的是 男人吃了维生素C后 居然中毒导致全身瘫痪 他开始恐慌 认为是老婆想除掉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早在一年前 男人加强凭借自己高富帅的人设 以及油腻的土味情话 征服了空姐可可 从此可可长出了恋爱脑 尽管男友比他大八岁 但非常宠爱他 懂得如何让他开心 在他们一周年纪念日那天 男友送给可可一套房子 这让女人感动不已 他觉得自己遇到了理想的伴侣 因为对方有着白马王子般的浪漫 一起去餐厅吃饭时 男友对食物有些挑剔 他的口味高雅 爱吃真凶美味 在可可眼里 男友简直无所不能 饭后 他们准备开车出去约会 不远处却发生了一起车祸 很多人围观指点 男友却显得心不在焉 之后 他们去庙里烧香 一转身 男友禁二话不说 把他独自抛下了 可可虽然有些失落 但对男友的突然离开 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家乔总是神秘莫测 经常不告而别 几天后又会突然出现 给他带来惊喜 不是价值昂贵的礼物 就是名牌化妆品 作为空姐 可可见多识广 知道有钱男人总有些秘密 他也喜欢这种神秘感 但这次情况不同 家乔已经失恋一个月 短信不回复 电话关机 可可心里难免感到失望 闺蜜看出他心情低落 邀请他一起喝酒 闺蜜的朋友是警察 或许可以帮忙查找家乔的消息 可可委婉地拒绝了 也许他不愿打破内心的美好幻想 第二天可可可醒来后 终于见到了失踪数月的男友家乔 他看起来有些疲惫 胡须也很长时间没打理了 不再那么潇洒 男人说他有点饿 可可主动提出喂他煮碗泡面 然而 他不小心将糖荡成盐 男友尝了一口后立马吐了出来 这怎么叫人吃的饭 愤怒地把碗摔地上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可可委屈的流泪整理餐局 就算不好吃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火吧 此时 敲门声响起 可可以为是男友回来了 急忙冲到门口 来者却是一位陌生女人 对方自称是邻居 就住在他隔壁 刚刚听到他这里有声响 所以过来看看 看着可可满脸泪痕 邻居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 主动帮可可收拾东西 这时 他注意到电视柜上的一张合照 问照片上的男人是否是可可的男友 而此时的可可还在生男友的气 愤怒地抢过照片放在桌上 女人心领神会 没有再提起照片的事 用纸巾擦去可可的泪水 邻居的关心安抚了可可受伤的心灵 两人一起到厨房聊天 邻居谈起了自己的丈夫 对方也是个有些孩子气的人 经常在家发脾气 他告诉可可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他的胃 可可顿武 提出要向邻居学习烹饪 让他叫自己做饭 随即他们一起去超市购买厨具 相处后才知道邻居是电视台的美食主播 看来自己找对了人 晚上 男友开车来接可可下班 可可还在生他的气 刻意装作没看见他 男友将心华词典背了一遍 终于哄好了女友 回到家中 可可充满了信心 想要展示自己心学的厨艺 在邻居的指导下 可可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食材 虽然过程有些手忙脚乱 但这一锅滋补羊肉包 被男友吃得干干净净 厨艺得到认可后 可可的信心被增 邻居还贴心地送给他一条裙子 教他如何打扮自己来取悦男人 此外 他还送给可可一本菜谱 让他按照上面的步骤做菜 然而 晚上男友再次失联 让可可感到失落 他情急之下给邻居打去电话 寻求对方帮助 男人吗 妈 如果他爱你 总会明白你的心 女人的男友总是玩消失 然而恋爱脑的 他不愿放弃这段感情 邻居知道劝不动 只能用心灵鸡汤安抚可可 得到安慰后的可可情绪好了不少 等迟迟不回家的男友 直接等到睡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当他醒来时 就看到男友正在痛快地 享用他用心准备的美食 可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但不知为何 晚上他们进行运动时 男友却表现出异常 仅仅进行了三秒就含泪了 可可只是以为 男友最近工作太累了 并没有太在意 第二天 他请邻居准备了一桌滋补的饭菜 打算好好补补男友的身体 男友边吃边夸他的手艺好 这让他觉得自己最近的努力 确实有成效 之后 他们去运动场打球 但没过多久 男人突然跪倒在地上 感觉头晕目眩 可可急忙扶他到一旁休息 问男友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可突然有人给男友打电话 男友给对方的备注是春艳 只见男友神情凝重 立刻起身匆匆离开 这不免让可可心中充满了疑虑 第二天 邻居又帮可可准备了一桌美食 可可想邀请他一起用餐 但趁着可可下楼取东西的时候 邻居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事后 他在电话里向可可道歉 称自己突然有急事要处理 然而在饭后 男友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胸闷且喘不上气 他们赶紧去医院检查 但结果显示身体一切正常 回到家后 可可特意按照菜 苦炖了一大锅补品 可是男人喝着喝着 发现汤里有脱落的眉毛 而且发现自己的头发也大量脱落 他们再次去医院 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医生表示脱发是由毛囊坏死引起的 建议多涉入补品和维生素C 然而 男人仍然感觉身体不适 于是他尝试了中医的拔罐和针灸 但仍然没有效果 最关键的是 晚上运动时 男人发现自己无法进行 他一肚子的怨气 也全部都撒在了可可的身上 可可心情郁闷 他找到邻居倾诉 希望得到安慰 邻居安慰他说 仍然生气的可可不想回家 提议在邻居家住两天 但意外的是 邻居脸色大变 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这让可可心生疑虑 回家的路上 可可经过一家书店 偶然看到邻居出版的菜谱 可可打开一看 却震惊了 上面作者的照片 确实是电视台美食主播 可和邻居并非同一人 可可意识到邻居是用假身份接近自己 他再次敲响了隔壁的房门 却得不到任何回忆 保安告诉他 隔壁根本没有人入住过 与此同时 邻居正在为他的丈夫做饭 他的丈夫正是家乔 原来邻居的真名是春燕 在他得知丈夫出轨后 春燕故意接近情人可可 当天 他煮了一大盘虾 并贴心地为丈夫包好 结果丈夫吃完饭后突然晕倒了 莫非饭菜里有毒 可医生却表示 是因为家乔服用了大量维生素C 与胃中的虾发生化学反应 导致慢性中毒 在春燕的要求下 医生同意他们回家休养 然而 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 家乔的身体却日益恶化 连续几天 可可都无法联系上男友 心里开始担心 他联想到神秘的邻居 直觉告诉他这个人 一定与家乔的失踪有关 于是 他找了个归还菜谱的借口 约邻居出来见面 然而 在约定的时间 邻居却突然说有事不能来 实际上 可可早就埋伏在附近 一路跟踪邻居回到家中 可让他意外的是 邻居是特意引导他过来的 就等着他自己发现真相 原来 男友欺骗了他 早已有了家事 却在背后勾三搭四 春燕也将家乔身体 每况愈下的秘密 全部揭示给他 你做了羊排 我做了西瓜莲子羹 这会伤他的元气 你做了兰花 芹菜 鱼芹和青瓜 我做了花生乌鸡炖生汤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会伤他的肾 一个男人 谁让他吃两家饭 渣男游离于两个女人之间 一个成熟性感 一个清纯美丽 他把两个类型完全不同的女人 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享受着他们不同的身体 也享受着他们烹制的各种美味 结果翻车了 春燕告诉可可 自己给他的菜谱 和自己在家做的菜是相生相克的 如果同时吃两家的饭菜 食材会相互作用 导致男人患上慢性中毒 在家乔和可可狗且一周年那天 自己外出买菜时 正好发现他们甜蜜无间 恍惚中遭遇了车祸 导致流产病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可可瞬间明白家乔 看到车祸后为何神情大变了 春燕在背叛和失去生育能力的双重打击下 决定报复这个渣男 如今得知真相后的可可 对春燕心生同情 但恋爱恼的他对男友还是于心不忍 春燕打开了丈夫的保险柜 里面有一个袋子 装着全都是各种女人的照片 可可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看来男人是时间管理大师 可可彻底死心了 当晚 两个女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这也是渣男的最后一顿晚餐 男人似乎认清了现实 开始破罐子破摔 挑剔起饭菜来 当晚 家乔在浴室里吞了三瓶维生素C 然后溺死在浴缸中 当渣男真的死了 春燕却崩溃了 而可可则感到难以置信 最令他憎恨的人已经离世 春燕的心也随之消亡 开始变得浑浑噩噩 他为家乔吃饭 给家乔化妆 还给他换上了西装 然后推着他来到天台 很快 春燕被警方逮捕 而可可选择离开这座城市 意外发现自己怀了家乔的孩子 最终 她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 独自养育孩子 孤男寡女在房间里待50天 就能获得1亿美元 在这个房间里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 只有一张洁白的大床 和日常所需的食物工艺 如果其中一人提前离开 另一人坚持到底 仍然可以获得1000万美元 面对这个梦幻般的挑战游戏 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当男人按下红色按钮 伴随着倒计时的开始 他们正是参与了这个游戏 可以想象一下 面对未来那突如其来的财富 无论哪个人都会欣喜若狂 只见两人兴奋地围着房间 跑来跑去 笑个不停 跑累了 他们就躺在地上 畅聊未来美好的生活 男人想成为艺术家 不再为金钱烦恼 女人想进行投资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显然 一个追求理想 一个贴近现实 讨论之后 他们开始探索整个房间 幸运的是 这里有独立的卫生间 可以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规则提示 他们不能同时进入使用 接着 一份食物 当然并没有奢华的大鱼大肉 只有能够满足 他们正常需求的营养餐 尝了一口后 味道并不出众 事后 女人再次查看了规则 发现每天晚上十点 灯光会自动熄灭 表示夜间休息时间开始 就这样 在短暂的兴奋之后 两人躺在唯一的床上 开始迎接无聊的生活 当夜幕降临时 他们开始讨论 自己的一举一动 是否被主办方监控 于是 两人相拥而眠 没有做出过分的举动 第二天一早 女人先洗漱一番 并在镜子前 对自己加油鼓励 等男人也刷洗完毕 他们继续聊天 打发着漫长的时间 他们畅谈天地 谈论历史 展望未来 然而 话总有说完的一天 最终 两人开始互相询问 刷牙时是逆时针方向 还是顺时针方向 发现聊天时间并不长 女人决定开始打坐 而男人则专注地 看着倒计时 一分一秒的流逝 或许在平常的生活中 她无法感受到时间的概念 但现在 无论如何 时间都变得如此缓慢 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持续 两人决定寻找 其他方式来娱乐自己 他们开始玩一些 童年时的游戏 如拍拍手掌 或玩捉迷藏 时间一天天过去 直到他们不再 愿意交流和玩耍 好在挑战 只剩下23天就能完成了 就在这时 男人无意中发现 前方有一件 奇怪的小物件 他走过去 发现那是一只小蟑螂 面对着突然出现的 第三个生命体 男人非常兴奋 还给他取名为显眼包 这让旁边的女人 他走起来快不行了 于是男人急忙 拿出食物倒在地上 然而 这时旁边的音响 突然响了起来 播报着食物指线 他们两人实用 男人彻底无语了 他看着那只半死不活的蟑螂 大声询问 是否可以打开门降器放出去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无论如何 男人都决定放蟑螂出去 但女人阻止了他 他提醒说 按下那个按钮 可能会让主办方认为 有人要提前离开 奖金会直接降至1000万美元 他们不应该为了 一只蟑螂冒那么大的风险 然而男人不顾这些 坚持要放走蟑螂 于是 两人发生了第一次的争吵和冲突 当理想面对现实时 他们搁置一词 气愤的女人最终决定随他去 然而 没走几步 不小心把可怜的显眼包 踩得稀巴烂 尽管女人称这是意外 但男人看了他一眼 默默走到一边 显然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或许正是主办方 故意制造的小意外 两天过去了 男人主动找到女人 表示他想预支奖金 以抽取一份随机的惊喜礼品 原来还有一项规则 他们可以利用奖金的一部分 来获得两次抽奖机会 第一次只需支付十万美元 而第二次则需要一百万 因此 男人想征求女人的同意 然而 女人并未说其他的话 只是淡淡地表示 这十万算在男人头上 看来他们已经商定将奖金评分 于是 男人走出去抽取了第一份礼物 只见一只蜡笔传送了过来 对于梦想成为艺术家的男人来说 这无疑是令人开心和快乐的 女人默默无语地表示 用十万买一只蜡笔实在太奢侈了 然而 男人展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天赋 只见他执笔一挥 结拜无暇的墙壁瞬间变得生动起来 很快 整个房间都被他涂满了图案 而蜡笔也被他用完了 男人看着自己沾满颜料的双手 走进卫生间清理了一番 然而 当女人进去后 却发现卫生间被弄得一团糟 他只能无奈地擦拭干净 事后 女人找到男人交流了一番 他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应该和好如初 幸好 男人也有这个想法 于是 他们再次回到了和好的状态 然而 第二天一早 当女人走进卫生间时 突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 只需在与世隔绝的房间里待个50天 救门获得1亿美元 换成是你能坚持几天 这对孤男寡女在百无聊赖中熬过了一个月 原本以为这项挑战能够顺利坚持下去 可主办方真的会不整幺蛾子吗 就在女人起床上厕所时 突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 他急忙叫来男人 原来洗漱池边镜出现了一把手枪 女人询问男人是怎么回事 但男人也不清楚 他没有去抽奖 难道是主办方故意安排的吗 无论对方的用意是什么 两人最终决定把手枪扔进床下 又过了一天 突然语音播放传来了一个视频连接 两人莫名其妙地走过去 不知道主办方又在搞什么鬼 很快 一个女人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 他热情地向男人打招呼 原来竟然是男人的前女友 许久不见得他们互相畅聊了一番 显然 这让旁边的女人有些不开心 幸好 视频很快就结束了 接下来轮到女人了 然而他脸上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只见一个老头出现在画面上 女人随即大声呼喊 要求关闭视频 他不想看到对方 原来 这个老头就是女人的父亲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他 让他一直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他永远不原谅父亲 男人迅速走向女友 紧紧拥抱着他 原来 在女人坚强的外表下 也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心 虽然离挑战完成的时间越来越近 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好转 相反 他们变得越来越崩溃 男人无聊地躺在地上 甚至故意吹翻面前的营养餐 女人看到后走过来 她告诉男人可以再去抽一次礼品 虽然依旧算在她自己的头上 但至少在结束后 他们还能获得9999890美元 只要他们仍然在一起 美好的生活依然等待着他们 女人说完后去洗漱了 男人兴奋地走过去迎接下一个惊喜礼品 只见她轻轻一点 没多久房门突然自动打开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男人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一幕 女人听到声音也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后 她也有些猛 经过聊天得知 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位演员 受雇参加这场演出 她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女人感到更加无语 她将男友叫到一边 说了一堆话 总之就是对这个所谓的礼品非常不满意 男友则表示已经消耗了100万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就在两人谈论时 灯光突然熄灭 到了晚上休息的时间 女演员表示听经纪人说 这场演出可能只有一天 这句话让女人暂时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几个人就这样共度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女人醒来时发现女演员不见了 她以为对方已经离开 但走进洗手间才发现她在洗漱 接下来的几天 女演员依然没有离开 反而像他们一样一直待在房间里 或许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就在这时 快要崩溃的男人似乎出现了幻觉 感觉自己掉进了水中 而在她挣扎的瞬间 突然看到了曾经的弟弟 原来 她一直将弟弟的意外死亡埋藏在心底的痛苦 被激发出来 幸好 女友和女演员及时过来安慰了她 晚上 女演员主动找到男人 他们开始聊起白天发生的事情 男人眼含泪水 讲述了痛苦的回忆 女演员再次安慰她 并情不自禁地牵起了她的手 这一幕被女友目睹 引发了他们之间的争吵 这次争吵再次让男人心力交瘁 第二天 女人醒来后去卫生间时 惊讶地发现那个女演员真的离开了 她松了口气 然而 不久后 女人在墙上发现了一行模糊的自己 她急忙叫男友过来 原来那个女演员在离开时诽谤男人对她做了坏事 这激怒了女人 自从女演员离开后 男友就好像视魂落魄 两人的矛盾再次升级 这次争吵中 女人直接动手 将男友推向墙角 她的头部狠狠撞在尖锐的墙角上 女人意识到不妙 赶紧走过去查看男友的状况 然而 男人起身后却对她一顿输出 男人他还想说些什么 但头部受伤使她无法继续说话 只能贪坐在地上 女人意识到男人的伤势严重 她急忙拿来营养餐给她补充能量 但男人喝完后说道 女人劝她再坚持一下 也许休息一下就会好 他们离完成挑战 获得巨额奖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此时 男人终于明白了举办方的用意 并告诉女友 这个房间根本不是真实的 而是一面镜子 放大了彼此内心的黑暗 这是错误的 他们只有离开这里才是胜利 然而 无论男人怎么说 女人都不愿意放弃 她受够了从小到大 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是她唯一可以改变的机会 面对女友的不甘心 男人表示自己独自离开 她大步朝按钮走去 但突然 女友拿枪阻止了她 愤怒地说道 男人只是难难地说道 说完准备再次离开 女人随即朝天花板开了一枪 但依旧没能震慑想要离开的男人 她也无法真的伤害男友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 女人崩溃地大哭起来 在男友离开的日子里 女人孤独地面对着一切 但她的内心早已经崩溃 唯一支撑她的是那份不甘心 直到最后两天 她看着男友曾经写下的话语 似乎明白了一切 那时的他们是如此甜蜜和恩爱 没想到最终会演变成这样 女人最终走向红色按钮 轻轻地伸出手 过了一年 男人在跑步时意外遇到了女人 尽管双方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但他们仍然相互问候 过去的不愉快似乎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女人告诉男人 她是来看望父亲的 然后准备开车回家 她问男人是否愿意一起走一走 男人答应了 在路上 男人询问她是否赢得了剩下的奖金 女人没有回答 反而问她是否还在画画 男人肯定地回答说当然 也许答案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他们已经从中找到了 他们所寻求的答案 与此同时 另一对年轻情侣进入了房间 迎接着新的挑战 无论他们将面对什么结果 房间将像一面镜子一样 映照出他们最真实的样子 女人被八光衣服脱进小黑屋 双脚也被塞进灌了铅的铁鞋中 随着开始转动的机关 女人的双腿被强行扯开 迎接她的是最残忍的酷刑 探烤鲍鱼 只见操婆将一盆熊熊大火 推向女人的双腿间 女人瞬间被烤得滋哇乱叫 惨叫声伴随着烧烤味 充斥着整个女子监狱 事实上 这对于女囚犯们来说早已成为了日常 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刑剧 比如镶了钻的断头台 人体旋转器 和高压电机等酷刑 一听到这些词就让人毛骨悚然 对于那些不听话的人 他们就会被带入这个游戏屋授罚 狱长还与附近森林中的赏金猎人签署了协议 一旦有女囚逃出监狱 只要猎人们可以抓住 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事后把尸体带回来即可 这也是为什么从未有囚犯逃脱的原因 所有的女囚都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 却无能为力 不久之后 一名新的冤种女囚被送到这里 她叫小卡 是从美国来菲律宾旅游的 不久前在一家酒吧里 遇到了一个英俊富有的男子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并开始交往 然而 小卡万万没想到这个男友竟是面粉贩子 他们正在看一场比赛时 男友计划在比赛期间进行面粉交易 却引来了警方的注意 男友匆忙把面粉藏在了小卡的包包中 结果小卡被警方逮捕 男友告诉他这是无奈之举 他会设法救他出去 恋爱脑的小卡成功被KTV了 最终替男友顶罪 被判处十年监禁 来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监狱 然而 这只是灾难的开始 狱长是个黑人操婆 由于种族问题 他对白人女球怀有极大敌 每天都会找借口来折磨他们 小卡刚到达监狱就被曝光衣物 像牲畜一样被用水枪冲洗 他被水冲得东倒西歪 痛苦男人 经过严格的监狱检查后 小卡穿上球服被关进了牢房 在一个牢房里关着四个人 其他三个人分别是 一头黑发的黑妹 一头红发的红毛 和一头黄发的黄毛 夜晚降临 黑妹被狱长翻了牌子 兴高采烈的飞奔而去 一打听才得知 黑妹是狱长的小心单 小卡对此震惊不已 更让他头大的事 在这个监狱里 狱长就是规则的制定者 他可以为所欲为 就像是个皇帝 到了第二天 有人来探望黄毛 此人正是小卡的男友派来的 男友希望黄毛在监狱里杀死小卡 因为他担心小卡会反悔 为了达成目的 男友许诺帮助黄毛尽早获释 黄毛回来时带了两个三明治 他热情地分给了小卡一个 小卡受宠若惊地接过了三明治 正准备咬下一口 突然监狱到点熄灭了灯光 小卡顿时没有食欲 想着把三明治留到明天当早餐 结果到了第二天 三明治不翼而飞 只有一只大老鼠的尸体 小卡被吓得大叫一声 黄毛神色紧张 赶紧将死老鼠踢进下水道 这时 黑妹满面春风地回来了 红毛调侃黑妹以色诱人 结果黑妹怒了 和红毛牛打了起来 打闹声很快惊动了御长 对方只听取了自己小心肝的陈述 直接将红毛带到了游戏房 红毛看着断头台感到极度恐惧 想逃跑却被御长一巴掌干晕在地 接下来等待红毛的 将是惨无人道的酷刑 女人只是调侃了御长 就被八光衣服掉了起来 随即被处以最残忍的酷刑 一盆熊熊烈火逼进女人的双腿间 考得的女人滋哇乱叫 足足考了七七四十八天 女人只剩下一口气在了 不料御长完全没有放过她的想法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女人 立马被拖去田里干活 顶着太阳的暴晒 红毛很快就扛不住倒在了地上 这时小卡和黄毛想过来扶她 却被御长呵斥 谁帮谁遭殃 奄奄一息的红毛差点就要看见太奶了 直到午休时 小卡他们才能给红毛滴杯水 看到红毛的惨状 小卡疑惑地提问 御长如此嚣张 为什么没有人举报她 黄毛在一旁回答道 御长拥有巨大的权力 即使举报了也无济于事 就算逃出监狱 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 隐藏着可怕的猎人 虽然有人曾经试图逃跑 但最终他们都记了 可即便如此 小卡还是有逃跑的想法 当然 不只有她一个人想跑 就在这时 有两名女囚 趁着无人注意逃离了劳作场所 但不久后 猎人就将他们的尸体送了回来 显然要逃离地狱比登天还难 可这反而更加坚定了小卡越狱的念头 第二天 大家排队准备出去劳作时 黄毛被中途叫停了 原来狱长对黑妹已经厌倦 对金发闭眼性感火辣的黄毛产生了兴趣 然而 黄毛不愿与狱长发声关系 直接给了狱长一击耳光 并愤怒地谴责了她的无耻行为 狱长勃然大怒 将黄毛扒光并绑在她喜欢的大转盘上 转盘旋转了几十圈后 黄毛几乎要晕厥过去 狱长兴奋地观看着 得意洋洋地走向黄毛 问她是否投降 黄毛宁死不从 甚至还挑衅狱长 狱长怒不可遏 展开了又一轮的折磨 黄毛被送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 但即使如此 她依然心怀不轨 想要害死小卡离开监狱 到了半夜 黄毛看见一条毒蛇从窗户钻了进来 她瞥了一眼熟睡的摄友 恶毒的念头涌上心头 黄毛用一根树枝将毒蛇引到小卡的床上 小卡在梦中被毒蛇惊醒 幸好毒蛇还没有咬下去 红毛迅速砸死了毒蛇 小卡虽然安然无恙 但对于自己入狱后一连串的怪事感到奇怪 某一天 上级领导来监狱视察 女球们排队接受检阅 天真的小卡以为领导不知道监狱内的黑暗专制 然而 当小卡向领导举报时 他们选择视而不见 很明显 这些官员与狱长是一伙的 而小卡也因此被囚禁在犹如粪坑的地下水牢里 女人因为呼吸而得罪狱长 被囚禁在一个地下水牢 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污秽的粪坑 潮湿阴冷且恶臭无比 只有一个很小的通风口 可以呼吸新鲜空气 许多陌生的虫子爬上小卡的身体 更可怕的是 马皇在吸食着他的血肉 小卡紧紧抱住自己 试图平静下来 好不容易撑了一天 结果预长依旧没有把他放出去 更让人绝望的是 黄毛仍未忘记杀他的计划 偷偷把事先准备好的硫酸泼了进来 痛得小卡滋哇乱叫 却意外发现栏杆被酸液腐蚀的不成样子 一掰就断了 这让他有了越狱的希望 又一天过去了 小卡终于被释放出来 他浑身散发着意味 几乎不成人形 然而 预长并不满足 继续折磨小卡 将他带到了游戏屋 用高压电线捆绑住他的身体 不断增加电流 疼痛席卷着小卡的全身 他在痛苦中呼喊了整个晚上 直到次日清晨才被送回牢房 小卡期待着男友来救自己 但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男友毫无音讯 仿佛消失了一般 最终 小卡决定自救 寻找逃离监狱的办法 他与三个室友商量 大家都受够了地狱般的生活 立马达成了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逃跑呢 小卡想起水牢中断掉的栏杆 与室友们商议了逃跑计划 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待时机成熟 趁预警不注意 黑妹快速将其机晕 随即将它藏在墙角 接着打开了水牢 躲了进去 一切进行的无声无息 无人发现 小卡和红毛撬动其他的栏杆 离成功越来越近 然而 狱长突然在入口处出现 手持枪支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躲在暗处的黄毛和黑妹 来了拨偷袭 击倒了狱长 随即将其掳走当人质 沿着通道进入了荒野 一夜的奔波 终于让他们逃离了监狱 只要穿过这片森林 他们就能够安全逃脱 突然警银响起 他们的越狱行动已然被发现 四人开始逃窜 意识到带着狱长会成为累赘 但他们也知道 放狱长走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最后 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将狱长绑在树上 让他自生自灭 几人继续逃跑 毫不停歇 然而 黑妹对狱长产生了怜悯之情 每晚相处的时光让他心生私情 最终 他决定返回救出狱长 可惜 救援行动还未成功 就不幸遇到了森林中的猎人 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女人 就像小羊掉入了狼群一般 黑妹最终无法逃脱魔爪的追捕 另一边 三人仍在紧急逃跑中 黑妹不幸遇难 狱长藏在大树后一动不动 趁人们不注意 匆忙逃离了现场 然而 如狼似虎的猎人们还是发现了狱长 纷纷展开追捕 连狱长也无法幸免 最终被自己雇佣的人折磨至死 小卡和其他两人不敢有丝毫放松 在酷热的阳光下连续奔跑了一整天 终于 他们抵达了海港 那里有一位渔民 黄毛生秤是他的亲戚 可以帮助他们上船 于是 小卡和红毛留在门外等待 事实上 黄毛所说的亲戚是人贩子 他们绑架妇女 贩卖他们上船 并逼迫他们从事颜色工作 黄毛打算出卖同伴以谋取自己的逃生 独自逃脱 红毛听说过这艘船 知道他是一艘贼船 一旦上去就难以下来 他拒绝上船 与人贩子激烈搏斗 就在此时 红毛的男友赶到船上 他是一名警官 为了救出红毛 他开枪打死了人贩子 将红毛解救下来 然而 小卡还未来得及获救 却被船带走了 小卡非常不幸 在男人们面前无力反抗 他无奈地接受了这一切 以自己的肉体换取短暂的安宁 很显然 小卡从一个火坑跳入了另一个火坑 原本以为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注定 然而红毛的男友上船救出了小卡 两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 与人贩子激战 最终登上了甲板 救生艇也赶来接应 两人直接跳入海中 然后爬上救生艇离开了 因为小卡和红毛都离开了 黄毛最终被人贩子留在船上 后果会是如何可想而知 影天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小卡单纯可欺 为贩毒男友顶罪进监狱 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多次受到监人的伤害 幸好最终没有失去性命 他历经艰辛 但仍保持着生存的希望 就只看了一眼 这位80岁老登立马爱上了眼前的女孩 从那刻起 两人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甚至像情窦初开的小情侣一样 偷偷在桌底下交换彼此的秘密 就在这时 女孩的奶奶突然出现了 看到眼前的一目气的暴跳如雷 老登伤心地待在原地 可谁又能懂 眼前看起来像个80岁的老登 实际上却只是个12岁的孩子 自出生气 他就长着一副老人的模样 不仅满脸皱纹丑陋不堪 还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老年人常见疾病 医生说他的身体年龄至少是85岁 母亲也因生他难产去世 父亲觉得他是不祥之物 于是匆忙跑出医院 将他丢在养老院门口 所有人都被他奇怪的外表吓到不敢靠近 除了一个黑人护工愿意收养他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 本想给他取名为显眼包 但考虑到孩子的未来 于是便叫他本杰明 在护工的悉心照顾下 本杰明活了下来 但六年过去了 他仍然保持着老人的样子 头发稀疏 满脸皱纹 甚至需要做轮椅行动 尽管大家都对他很温柔 但本杰明并没有因此感到开心 他心理年龄只有六岁 非常渴望和同龄园交往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天 本杰明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双头 竟然恢复了行动能力 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并不会永远老去 而是在逆生长 尽管如此 没有人愿意理会他 因为他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个老灯 直到今天 他遇到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 看着他笑着向自己跑来的样子 本杰明感到内心某处颤动了一下 幸运的是 女孩的奶奶也在疗养院 而且女孩并不嫌弃他 反而很愿意接触他 两人因此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女孩还带他到家里做客 带他进入秘密基地说悄悄话 女孩说自己的名字叫戴希 本杰明也自我介绍了一番 坦白了自己的秘密 他原以为女孩会被吓跑 但女孩笑着说他并不在意 他真诚的眼神 和天使般动听的声音 让本杰明的心都要融化 突然间 帘子被掀起 奶奶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一切美好都烟消云散了 本杰明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会生气 他只是单纯地想和同龄人玩耍 他本以为自己又会回到孤独的生活中 但戴希并没有因此断绝与他联系 他经常来养老院看望他 为他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的色彩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本杰明的身体逐渐好转 于是他决定自食其力 去码头找工作 他年老的外貌 让人们误以为他是经验丰富的水手 立即邀请他上船 并给予他最大的尊重 船长还特意邀请他参加晚上的舞会 说会有性感的舞娘出现 然而本杰明对此表示困惑 因为他对性感一无所知 并坦言自己从未接触过女人 EVER 船长笑了笑 决定带着这个可怜的老灯体验温柔至香 本杰明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他的脑海里始终回荡着戴希的面容 他知道自己思念他 于是他下了船 决定去酒吧痛饮一番 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对他非常特别的男人 你敢相信这个老灯其实是个孩子 常人都是从年少到年老 而他却是越长越年轻 一出生就带着满脸的皱纹 母亲被丑得当场去世 父亲也吓得迅速将他丢弃 然而他却获得了逆生长的能力 并与一个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能与女孩共度美好的未来 他拖着苍老的身体外出打工 却不知道一个超级富豪 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富豪正是本杰明的亲生父亲 父亲当初以为他会很快死去 却没想到他越活越年轻 此刻心中充满了愧疚 不敢轻易与本杰明相认 只能假装与他成为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本杰明爱上了照镜子 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年轻 他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 每次放假时 他都与戴希一起度过 两人爬上高高的灯塔 诉说着对未来的美好冲击 可随着养老院里的老朋友一个个离世 本杰明突然对这种消沉的生活感到厌倦 因此 在他17岁的那年 他决定离开 去外面闯荡一番 戴希得知消息后立即追问他为何要离开 本杰明说是为了追寻美好的未来 怀着对未来的向往 本杰明自愿在茫茫大海上漂流 而戴希也为了同一个目标而疯狂的恋悟 然而突然有一天 《远在天际》的本杰明在明信片上写道 他爱上了一个女人 对方优雅知性又温柔 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迅速征服了本杰明的心 让他迷失了心智 戴希以为自己完全失去了爱人 但他并不知道的是 本杰明的这段爱情很快就破裂了 没有原因 没有预兆 女人只留下一封简单的信 上面写着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本杰明意想不到成年人的爱情会如此荒唐可笑 还来不及伤心 他所在的船只突然遭到袭击 大部分船员倒在了枪林弹雨之中 船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握着本杰明的手 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船长的死对本杰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刻他深深思念着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 思念母亲 以及那个被他伤了心的代谢 于是 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小镇 不再追逐遥不可及的梦想 只想守护在自己所关心的人身边 过上简单而温馨的生活 这一年 他27岁 代谢得知他回来了 激动地前来相见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倾诉着内心汹涌的思念 在朦朦的夜色中 女孩翩翩起舞 展现出他妙慢的身姿 男人静静地注视着 内心激动却强忍住了情感 即使女孩主动向他靠近 展现出风情万种 男人依然委婉地拒绝了 女孩如今的事业蒸蒸日上 甚至获得了去苏联寻回演出的机会 而他却一事无成 本杰明觉得自己与这美好的女孩不相陪 害怕再次辜负他 但他并不知道 一笔巨额的财富即将降临在他头上 他的父亲突然离世 将亿万家产都留给了本杰明 有了这笔钱 他终于重新拥有了追求戴希的信心 看着他在台上展现自己的光芒 本杰明再也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一开 演出结束后 他匆忙前往舞会找戴希 然而还未来的急开口 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突然从背后拥抱了他 看着他们甜蜜恩爱的样子 本杰明心中感到非常难受 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怀着沉重的心情 本杰明与戴希告别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年轻 原本苍老的面容变得英俊坚毅 然而他再也没有勇气去找戴希 两人彻底失去了联系 直到几年后的一天 戴希遭遇了一场车祸 双腿不幸受了重伤 再也无法登台演出 得知消息后 本杰明匆忙赶往医院探望他 看着那憔悴的面容 他郑重地表示将一辈子照顾戴希 但戴希一向骄傲 不愿意让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看到自己最狼狈不堪的一面 本杰明既心疼又无奈 只能给戴希请来最好的医生来救治他 然后默默地退出了他的世界 眨眼间又过去了十年 本杰明变得越发年轻和英俊 然而他却没有与任何女性接触 因为他无法忘记戴希 本以为自己将一生孤独 直到有一天 戴希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的双腿犹如初生 也再次拥有了面对本杰明的自信 岁月的沉淀使他更加迷远 两人不顾一切的向往 开始了浪漫的生活 他们一同见证了潮起潮落 一同建立了新的家园 在本杰明的鼓励下 戴希重新燃起了对舞蹈的热爱 美好的日子似乎向他们招手 然而意外的怀孕让本杰明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他担心孩子会遗传自己的基因 或是像他自己一样备受歧视的生活 幸运的是女儿一切正常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看着女儿逐渐长大 本杰明却无法感到开心 因为他的逆生长并未停止 以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孩子 甚至是婴儿 那时戴希该怎么办 他们的女儿又该如何与这样的父亲相处 经过深思熟虑 本杰明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妻子和女儿 让戴希去寻找一个正常男人生活 而他自己则开始了孤独的漂泊 又过了十年 本杰明此刻的身体年龄只有不到二十岁 他无法忍受对戴希的疯狂思念 于是回来看望妻子和女儿 看着妻子眼角的皱纹 旁边有一个与他年龄相配的丈夫 女儿长得亭亭欲力 却认不得他 本杰明心中既欣慰又伤感 他不敢打破这平静的生活 只能默默地离去 直到有一天 警察拿着一本笔记本找到了戴希 他们说有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 独自一人在养老院附近徘徊 他们翻阅了孩子的笔记本 上面写满了对戴希的思念和爱意 戴希带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养老院 看到了已经退化到少年的本件名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却再也记不起我是谁 戴希将他带回家 并细心地照料他 陪伴他一点点地变回阴儿 直至最后的离世 他轻轻拍打着墙宝中的本精灵 心中充满悲伤 因为他能感受到本杰明的生命正在迅速消失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本杰明深深地望着戴希 仿佛终于认出了这个他曾爱了一生的女人 然后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有人说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手牵手一起变老 如果你恰好拥有美好的爱情 请好好珍惜 牢牢把握 因为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奇迹的 男人正好撞见秘书走光 急忙移开视线努力克制自己 扭头又看到秘书走光 男人目不转睛地盯了半天 脑子开始各种幻想 当男人讲到疤痕的句子时 秘书透露自己也有类似的情况 并立刻解开衣服 露出肩膀给男人看 男人情不自禁地触摸着 结果秘书没有任何抗拒 反而用灼热的目光凝视着他 男人再也克制不住 亲了上去 秘书突然挣脱 秘书感到不知所措 急忙逃离了现场 男人是一位知名作家 才华横溢 平时也举止得体 很有绅士风度 他聘请女孩作为秘书 协助他录写小说内容 女孩名叫露西 年轻美丽 天真无邪 对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充满敬佩 最初 他们合作默契 相得益彰 与他的家人也相处融洽 作家女儿和他还处成了好姐妹 但没想到 在这信任和谐的关系下 露西忽略了男女之间 需要保持谨慎的事实 她无意识地走光场面 在一系列的误会下 作家终于无法控制自己 做出了你情我不愿的事情 露西感到极度委屈 回到家后仍然心情低落 没有胃口和家人一起吃饭 母亲察觉到她的异常 紧忙追问 露西只好向她坦白发生了一切 因为这次不欢而散 她不愿再面对作家 于是在母亲的陪伴下 决定通过法律途径 追回自己的工资和解雇费 然而 母亲却建议她告诉律师 被作家骚扰的事情 露西本不想说出这个 但律师一听到职场骚扰 立即激动不已 开始奋力计算 推算出能拿到一笔巨额赔偿金额 够他们这辈子高枕无忧 母亲露出贪婪的目光 最终 在律师和母亲的怂恿下 露西在起诉书上签下了名字 然而她无法预料到 从那一刻起 她的生活将彻底坠入深渊 不久后 法官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调解 但作家却迟迟没有出现 当她终于出现时 脸色阴沉 默不作声 来到众人面前时 直接打开支票簿 作家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支票 并没有接纳了法官提出 可以讨价还价的建议 整个过程中 她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她归还了露西的书籍 做出了最后的断绝 然后转身离开了现场 这是律师经历过的 最迅速的调解 露西也感到惊讶 原来起诉书在一个星期前 已经送到作家家中 只是那天她不在家 妻子戴签收了信件 看到丈夫因骚扰而被起诉 但令人不幸的是 妻子因工作原因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此时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 起诉书就像一根导火索 慢慢地引缘了她 在晚上给女儿洗澡时 女儿不停地闹着要找露西 这一切使妻子终于彻底失控 不小心溺死了女儿 醒悟过来后 妻子明白无法挽回这个天大的错误 她感到极度悲痛和后悔 却无法改变现实 只能选择吞下安眠药解脱自己 深夜回到家的作家 很快发现妻子失去了意识 刚想报警 却发现桌上的起诉书 一切顿时明了 紧接着 她又发现女儿躺在浴缸里 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作家陷入绝望和痛苦之中 痛不欲生 从那一刻起 她开始走向黑暗 一切都变得无法收拾 女秘书多次无意间走光 激起了作家内心的欲望 最终导致对女秘书进行了强吻 然而 女秘书和她的家人将此事告到了法庭 而起诉书却被作家的妻子收到 妻子因抑郁症失控 不慎淹死了女儿 然后因愧疚而自杀 作家痛不欲生 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深陷悲痛之中 而女秘书露西的厄运也从这一刻开始 当她得知这一恶号时 自责和沮丧笼罩着她 于是她的父母带她到海边度假以减轻压力 然而 在那里 露西意外地遇到了作家 忍不住怀疑作家是来报复她的 因为像她这样名气大的作家 通常只会去热门的地方度假 而不会来这种偏远的地方 然而 她的父亲认为这只是巧合 劝她不要多想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不久之后 露西的救生员哥哥在救援过程中意外溺水身亡 露西似乎看到作家的身影 但其他人都认为这只是意外 然而 露西坚信这是作家所为 她写信向作家道歉 希望她停止行动 但没有得到回复 一天晚上 露西突然接到二哥的电话 又一个噩耗传来 父母吃了自家做的蘑菇派居然食物中毒了 当她急忙赶到医院时 父亲已经去世 母亲也身体受损严重 无法自理 露西心灰意冷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作家所为 因为她曾告诉过作家 如何可以将有毒的蘑菇处理的像可食用的蘑菇 但她没有任何证据 她的二哥认为她过于偏激了 不相信她的推断 几年来 原本完整的家庭只剩下她和二哥还有妹妹 然而 悲剧并没有停止 这一天 身为医生的二哥 在停车场被一名暴徒殴打致死 警察很快感到并抓住了凶手 但令人诡异的是 凶手竟然是一名逃犯 有人匿名给她写信 说是二哥勾引了她的妻子 所以她才下手杀人 露西第一时间想到了作家 她向警长讲述了一切 声称作家才是真正的凶手 尽管警长答应进行调查 但露西知道希望渺茫 一个曾经完整幸福的家庭只剩下了她和妹妹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全力保护着妹妹 无论是放学还是上学 总是亲自接送 从未透露家中发生过的一切 有一天 她带着妹妹去护理中心探望母亲 这是他们仅剩的家庭团聚机会 然而 在回家的路上 露西在附近的商店里竟然看到了作家 她极度紧张 认为她又盯上了自己的母亲 这一次 露西决心阻止对方伤害母亲 但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通过她的记者朋友揭露作家的复仇行动 希望在舆论压力下迫使她放弃 然而 事情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 一切仍然无法控制 你敢相信只凭一个你请我不愿的强吻 让两个完整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作家的妻子女儿一夜间撒手人寰 在此之后 露西的家人也接连发生意外 三死一伤 十年过去了 只剩下她和妹妹相依为命 还有在监护中心已经痴呆的母亲 露西预感到作家即将对母亲采取行动 急忙寻求曾经的记者朋友帮助 希望她曝光作家对她家人的复仇计划 朋友被露西的苦苦请求下被打动 决定尝试一下 因为真的可以成功揭露作家的话 她就能功成名就了 她找到主编 并成功说服对方 唯一的困难就是必须找到证据 记者前往档案室 找到了十年前露西的哥哥溺水身亡的报道 尽管作为救生员溺水死亡似乎不合常理 但没有找到其他线索 她还调查了露西父母使用毒蘑菇的事件 整个事件充满了诡异之处 因为连邻居都认为露西的母亲经常采摘蘑菇 不可能分辨不出毒蘑菇 记者还找到了当时处理露西的二哥命案的警长 试图了解当时的情况 但警长告诉她 这件事与作家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是露西一直在骚扰她 甚至常常到警局要求逮捕作家 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调查无法继续下去 记者只能亲自找到作家进行采访 然而作家却反过来责怪露西 声称露西一直在勾引她 在她的无辜外表掩盖下 她疯狂而残忍地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并出示了露西曾写给她的道歉信 以此来证明露西一直在诽谤她 记者询问作家如何解释露西家人的命案 但作家认为这只是一连串的巧合 是命运的安排 并以记者过去的作品中的随机性作为佐证 以偶然中有因果来解释这些意外事件 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 露西失去了三个家人 巧合的可能性很大 但作家自己却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亲女 昙花到了这个地步 记者并不在理 无言以对 只能离开 然而就在她回家时 悲剧开始发生了 监护中心发生火灾 露西母亲在事故中被烧死 可嫌疑犯竟然是个神经病 露西悲愤交加 记者思绪开始混乱 一时间不知道应该相信谁才对 可对露西而言 噩梦还在继续 她无意中发现 唯一的妹妹竟然成为了作家的粉丝 还单独采访过对方 甚至作家还送她一本赞 为公开发售的书籍 露西顿时一阵天旋地转 看来妹妹就是作家的下一个目标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一次一定要阻止悲剧发生 露西赶紧找到记者朋友 让她立即带自己去找作家 此时作家正在开新书发布会 凭借记者证 他们成功混入现场 时隔十年 露西再次见到曾经的雇主 这次已经成功了 她已经成功了 不足了 这样子中心想的死 唯一能够随便定 我能够随便定 你何之后 你懂得怎么能够随便 你能够随便 你能够随便 要我能够随便 我能够随便 那些如今的 那些如今的随便 最能够随便 你能够随便 随便 我 我能够随便 你能够随便 我能够随便 语迹 露西万念俱灰 为了保护妹妹 毫不犹豫从三楼一跃而下 当场身亡 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来了断一切恩怨 然而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在露西的火葬现场 记者惊讶地发现 作家紧紧搂着露西的妹妹 亲吻她的额头 不知从何时起 妹妹已经成为了她的小女友 记者终于看清了作家的真面目 谴责她是一个杀人犯 是禽兽 因为妹妹还未成年 都可以当她女儿了 她怎么下得去手的 作家警告记者小心言辞 否则将遭遇与露西相同的命运 然后带着妹妹离开 电影已开放式结局结束 导演没有强调谁对谁错 只是揭示了一场 完全可控的误会 导致两个家庭支离破碎 实际上 并没有正常的结局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掀开被子 将女人的双腿拉开 接着掀开她的上衣 将平坦的腹部露出来 然后用手在上面轻轻地扣肌 再稍微用力地 按压女人的膀胱 因为女人全身瘫痪 连排泄都必须依靠她人 强烈的羞耻感 让她在此刻选择妆睡 如今新来照顾她的护工是个男人 但女人别无选择 虽然她是位女强人 但因为车祸变成全身瘫痪 生活质量一落千丈 巨大的落差 致使她的脾气变得愈发古怪 所有人都被她搞得烦死 除了男人没人愿意做她的护工 而老护工也即将离职回家结婚 向男护工交代了工作的所有细节 尽管她满口答应 但第二天她就直接睡过头了 墨依儿此时憋得已经满头大汗 对着迟到的男护工劈头盖脸一顿慢 男护工神情紧张 担心自己会被解雇 幸运的是 墨依儿有些饿过头了 没力气继续发火 给了男护工将功赎罪的机会 匆忙洗了脸后 男护工端来了早餐 但正要喂食时 男护工却说忘记放糖了 慌忙跑进厨房 然后大口灌下了酒精 原来是酒饮饭了 然而这个离开的借口一眼就被墨依儿识破 但墨依儿没有想到 这位粗犷的男护工竟然如此温柔 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 别人都是直接无视他 在这方面的对比反差下 他对这个男人竟然感到一丝满意 他让男护工打开了窗户 微风随之而来 让生活似乎轻松了不少 享受没一会儿 迟早要面对的尴尬就如约而至 男护工端着尿盆来到墨依儿的床前 墨依儿面路窘迫 连忙叫停了他 谎称要打电话 然而他拨出的号码却是空号 但不管怎样羞耻 他终究无法逃避这个过程 男护工用力地扯掉被子 粗鲁地给女人排尿 之前有老护工的掩饰 他以为自己能应对得了 但当他亲自动手时 他却大受震撼 有了辞职的念头 老护工也很无奈 于是向男护工讲述了墨依儿的故事 他年轻有为 却遭遇车祸 家世显赫 却遭到未婚夫的背叛 男护工听完后若有所思 他发现墨依儿的傲慢和脆弱 和自己非常相似 他曾是自视甚高的拳击手 自从退役之后便整日混迹在酒吧 嗜酒如命 一边当着咸鱼 一边又不安于现状 男护工静坐在椅子上 仿佛想明白了什么 他决心要改变 要戒酒 于是再次回到豪宅 老护工并不感到惊讶 他问男护工为什么回来 男护工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钱 这些话正好被墨依儿听见 墨依儿喜欢阅读 但他读不得爱情故事 因为被渣男伤害过 老护工再三嘱咐后 这才让他外出购买食材 菜市场人员混杂 到处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他发现一个小孩 俯身查看 但当他站直身的瞬间 他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原以为自己胜利了 但那个黑人手中却拿着一把刀 男护工只能眼睁睁 看着对方拿着自己的钱包 六只大吉 没钱买到墨依儿喜欢的菜 只能尽力购买一些廉价的食材 看着盘子里的鱼肉 墨依儿大发脾气 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咳嗽 所以鱼刺对他来说非常危险 面对他的责骂 男护工保持平静 他保证自己把鱼刺全部挑光 希望墨依儿能够勇敢尝试 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 他已经过了三年 这根本不能算是活着 看着地道嘴边的鱼肉 墨依儿张开嘴巴 小心地咀嚼着 鲜美的味道在口腔中爆发开来 他咽下了嘴里的食物 甚至还想再吃一些 直到他把所有的东西吃光 他的嘴巴一直张着 男护工笑着说 对不起 仅此一份 他将可乐倒入杯中 随后又加入了酒精 他犹豫了很久 但最终没有喝下去 酒精的阶段反应让他痛苦不堪 直到第二天清晨 他才勉强入睡 到达雇主家时 雇主胸前已经浸满了汗水 看着数次迟到的男护工 墨依儿生气地扭过头去 男护工只好说自己病了 墨依儿听完一顿输出 病倒没力气打电话吗 什么病 癌症 胃痛 扁桃体发言 应该是诉罪吧 他最后一次警告男护工 如果再发生无故迟到的话 他将被解雇 他接过上周的工资 冷静地思考良久 他没有拿工资用来买酒 而是奖励自己买了一双新鞋 为了借酒 他回到了曾经的拳馆 作为一名前冠军 老板对他非常热情 眼前的沙袋仿佛是他过去肮脏的回忆 他用力挥舞着拳头 暴揍曾经的自己 他想看电视 但墨依儿要求他阅读书籍 或许是为了充实自己 或许是为了拯救男人 他读 他听 虽然南护工不耐烦 但又不能停下来 为了让他坚持阅读 墨依儿把阅读变成了他的工作 而为了工作 南护工必须每天读书 墨依儿还喊他教授 请你去煮茶来喝好吗 我要喝薄荷茶 在煮茶的时候 他充满兴致 还想让墨依儿称他为教授 墨依儿也没有预料到 这薄荷茶竟然被南护工煮得如此香甜 在此后的日子里 决定让他来训练自己的队员 但对方是女孩 这让他感到为难 和拳头的交流下 双方开始互相了解 但男人没有坦白自己的拳击手身份 反而说自己擅长古典舞蹈 对方微微一笑 识破了他的谎言 而墨依儿每天都在过卧床的生活 南护工决定带他改变 想让墨依儿坐轮椅到外面溜达 但墨依儿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敢轻易尝试 认为男人每天喝得醉醺醺的 手脚不利索 指不定自己刚出房间 就从楼梯上滚下去 坚决拒绝了南护工 还质问他为什么要整着死出 他是护工 又不是导游 南护工没有说话 走到窗前 看着窗外美丽的景色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不顾墨依儿的拒绝 直接抱起他出门 看到蓝天和大海 墨依儿难得地开心起来 吹着海风 享受阳光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 南护工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装满他收集的各种酒 他让他闭上眼睛 然后描述这些酒的独特味道 每次他说出正确的答案 他都会急于肯定 长期卧床的墨依儿 终于得到了久违的认同 每天的相处 让墨依儿对南护工 产生了一丝依恋之情 他看着对方的眼神 也有了些许不同 他说要自己出去散散步 但南护工依旧坚持读书 正如墨依儿预料的那样 他已经喜欢上了阅读 他们一起在街上慢慢走着 墨依儿享受着久违的人文氛围 还遇到了许久未见的好友 南护工很识趣地走到一旁 等墨依儿反应过来时 发现他正在远处看着自己 他呆滞的目光中 透露出一丝宽慰 两人一起喝着饮料 彼此倾诉心事 久久地说不完 墨依儿终于问出那个问题 拳击教练居然带着女队员一起洗澡 还是在肮脏的澡堂里 面对恶劣的环境 他们却没有感到一丝厌恶 因为他们本来就身处社会底层 除了成功 他们别无选择 教练也对女孩格外严厉 仿佛把他当成了过去的自己 不断在救赎对方 为了保护女孩 他被东欧人殴打 身受重伤 无法再看护卧床的雇主 女孩替他给墨依儿传信 说是请假一天 然而男人第三天才来上班 发现墨依儿已经在面试新的护工 等到墨依儿看到男人脸上的伤 他感到非常不开心 愤怒之中又带着一丝心疼 质问他这次旷工的借口又是什么 难道是闹钟晚了两天才想吗 墨依儿德的言辞犀利 不断挖苦男人 说男人的痛处 还说他旷工两天已经被开除了 即使男人哀求 不会再有下次 女人嘴依旧很硬 只是眼角流下了热泪 出卖了他的冷漠 失去了工作 男人再次陷入沉沦 买了一瓶烈酒 但没有喝下去 他知道不能再重蹈覆辙 没有工作 他只能依靠奖金为生 带着女孩开始了艰苦的训练 然而相比于男人的迫切 女孩却心不在焉 如今连救赎过去的自己也无法做到 男人再次喝酒 谁曾想他最后居然溜到了墨依儿床上 醒来的墨依儿被眼前的一幕搞猛了 可看着睡在身旁的男人 眼神里有一丝宠密 没有眼力见的新护工打破了美好氛围 想把男人赶下床 墨依儿立即哄他出去 继续笑着看睡在枕边的男人 等男人苏醒时 墨依儿立马又摆起了架子 男人再次祈求 希望能够回到工作岗位 或许他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 还有一份不可求的感情 一再保证自己会戒酒 无论墨依儿如何咒骂 男人都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或许是为了宣泄内心的情绪 让男人知道他的不满 他再次展现了自己毒舌的一面 字字竹心 这次是真的伤到男人的心了 他转身离去 但在门口停了下来 略显犹豫 最终 他坐在了墨依儿的床边 墨依儿有些呆滞 心中既害怕又带着一些期待 面对男人的质问 他极力掩饰内心的羞涩 在慌乱之中 他的言语失去了之前的锐利 然而说着说着 他竟然带着哭腔 抱怨男人来来去去 让他备受折磨 说他善变 一会要走 一会要留下 一会要走 一会又要回来 男人坚定地说 我要回来 但是你开除了我 墨依儿却说 正常女人可以给你第二次机会 她有这样的奢望 可我没有这样的奢望 一个小小的鱼刺 都能要了我的命 去做早饭 我饿了 不知是墨依儿的妥协 还是心中的期望 或许他内心一直渴望着男人的留下 一切又仿佛和往常一样 却又多了一种别样的韵味 他们在树下相拥 享受着独特的世界 还没有亮的天空下 他抱着墨依儿 让他感受世界的美好 在湿润的草地上 推着他一起翻滚 二人躺在地上 引起了一群孩子的驻足 他们笑得欢乐无比 或许经历过背叛 墨依儿的内心充满不安 他对男人说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你要离开 不要丢下我 我答应你 这个曾经拥有一切的美丽姑娘 因突如其来的车祸而失去了一切 她每天都伴随着孤独和寂寞 直到男人的出现 那个看起来脏兮兮又粗鲁的酒鬼 却拥有一颗温柔的心 男人紧紧地抱住女孩 竭尽全力地将她从危险中拯救出来 然而 当他们接触到一起的瞬间 女孩却开始呼吸急促 全身颤抖 男人立刻想去找医生 顺手带走了绳子 但女孩却拼命摇头 求她不要去 原来女孩是精神病院的病人 但在和她交谈中 尼克确信她并不是所谓的精神病患者 然而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这个看似有病的女孩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 尼克的父亲身价一万 然而尼克却坚持要自力更生 尽管别人认为她是富二代 但只有尼克自己知道 她很穷 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 梦想常常无法承受现实的打击 在一次次失败之后 她成为一名清洁工 当她首次上岗时 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西装 而楼上的女孩已经被她深深吸引 在短短五分钟的就业培训后 她成功地上岗了 就在这时 她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邀请她参加弟弟的婚礼 母亲还提到可以借此 让父亲为尼克安排一份年薪百万的工作 然而 尼克却死要面子 说自己正在洽谈一个价值数十亿的大项目 但下一秒她却躲进了厕所 开始一梦 因为弟弟的新娘曾经是她深爱的女友 就在这时 一个光着脚的女孩走了进来 想要找导演领盒饭 尼克连忙拦下了她 事后 尼克还没上岗五分钟 就被院长解雇了 原来是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喝了她推车上的清洁剂 院长责怪她不负责任 尼克心灰意冷地离开了精神病院 却没有注意到一个娇小的身影悄悄地跟着她 丽拉光着脚跟随她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 她眼中的男人是她黑暗人生中唯一的光明 就这样 丽拉尾随尼克一路回到了家 尼克刚刚坐下就听到敲门声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催促她赶紧回医院去 但丽拉却恳求她收留自己一晚 看着女人脸上的卑微和疲惫 尼克最终心软了 进屋后的丽拉好奇地问了许多问题 然后躺在尼克的床上呼呼大睡 她从未体验过如此强烈的安全感 睡得很沉 导致呼噜声很大 但温柔的尼克选择不去叫醒她 只是默默地盯着天花板 怀疑人生 丽拉一下睡到中午 尽管尼克劝说了很多次 她却依旧不想回医院 甚至提出可以当尼克的保姆 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 尼克像哄小孩一样哄她去买冰淇淋 然而 在医院门口 女孩却拒绝下车 与此同时 医院也发现了丽拉失踪 并告诉警察 她曾被精神病患母亲关押整整18年 导致她患上了后天创伤 强迫紊乱症 一遇到刺激就会极度恐慌 她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纯真无邪 在另一边 尼克带着丽拉上了回家的大巴 她连车票都不知道是什么 尼克耐心地给她解释 面对路人惊讶的目光 尼克轻描淡写地对丽拉说了一句话 随口而出的一句话 但对于丽拉来说却如同圣旨 她小心地藏好车票 然后穿着尼克给她买的拖鞋 欢快地跳着 为了不给尼克添麻烦 她坚持自己拿行李箱 生怕尼克离开她 所以甚至连上厕所都紧紧跟在尼克身边 由于害怕被人发现 男人只好把疯女人带进隔间 然而她却一直提醒男人不要尿失自己的鞋子 搞得男人心烦意乱 男人想带仅有一面之缘的疯女人 回家参加弟弟的婚礼 但在购买车票时 破机器吞了车票 尼克不得不停而走险 带她逃过了检票 小小的火车包厢给丽拉一种家的温馨感觉 她看着镜子中英俊的男人 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然而好景不长 列车员前来检票 丽拉天真地拿出了公交车票 结果被赶下了火车 两个倒霉蛋在长椅上坐到天黑 尼克说要去找辆新的车 嘱咐丽拉乖乖等待 她一路回头 生怕她离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丽拉等得心急如焚 害怕尼克会抛弃她 她起身寻找 然而 一个不良分子看上了丽拉的美貌 骗她上了车 然后贪婪地动手动脚 丽拉被吓得惊慌失措 幸好尼克及时赶到 她愤怒地把不良分子拽出车外 假装是警察将她的钱包拿走 开着对方的车扬长而去 看着丽拉因病喘不过气来 尼克心疼又惊慌 幸好手提箱里有药物 她赶紧为她服用 看着丽拉逐渐恢复 尼克终于松了口气 她曾谎称自己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所以不能空手回去 因此决定卖掉车辆购买礼物 然而就在即将拿到钱时 一位路人却要求丽拉开车让道 她无法拒绝 只得效仿尼克的样子启动车辆 与此同时 车商还在询问尼克 尼克坚定地回答说没有 然而 事态却出乎意料 店面遭到破坏 汽车报废 尼克没有拿到钱 还亲身体验了老板的友好 但他并未因此抛弃丽拉 相反 丽拉心怀愧疚 为她包扎伤口 两人步行穿过一片荒芜之地 疲惫时就躺在地上感受大自然 尼克带丽拉入住了一家旅馆 窗外繁华景象让丽拉动容 于是尼克用谨慎的一点钱 创造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他们在游乐场玩旋转木马 然后像孩子一样开心地享用棉花糖 他从背后抱着她辅助秒准 然后在彩灯的映衬下相应起舞 尼克的温柔和美好让丽拉彻夜难眠 最终她躺在她的怀里 尼克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 看着窗外的月色渐渐入睡 最终两人回到了父亲的家 尽管有许多宾客来来往往 但所有人都对他们视而不见 幸好母亲仍然如此温柔 一见尼克带回了女友 笑得合不拢嘴 注意到丽拉赤脚 赶紧带她去换了一套新衣服 弟弟带着新娘前来示威 丽拉察觉其中的门道 一向靠不住的她此刻 竟表现得体大方 然而她毕竟被母亲关押了18年 对人情事故仍然不太了解 在品尝美食时 她的形象立即荡然无存 幸好母亲并未嫌弃她奇怪的行为 反而耐心地教导她哪些食物不能吃 然而 眼间的父亲看出了问题 故意试探丽拉的身份 尽管丽拉机制地糊弄过去 但在餐桌上 父亲又开始追问尼克的工作 在老狐狸面前 所有谎言都显得可笑 经过几轮对话 尼克成为了众人的笑柄 弟弟总喜欢抢尼克的女人 在喝醉的状态下 她非要抱着丽拉跳舞 突发情况让丽拉立即发病 她无法自控地在众人面前大声喊叫 紧缆倒地 尼克焦急地看着 赶紧拿出药片为她服用 看着父亲持续嘲讽 尼克忍不住怒火中烧 她温柔地将丽拉送进母亲的车里 在倾盆大雨中做最后的告别 母亲嘱咐她要好好对待这个姑娘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 两人再次露宿街头 尼克没有药物 只能选择将丽拉送回治疗 她骗丽拉说要去厕所 让她在原地等待 然后她匆忙进入电话亭 疯女人对男人一见钟情 连夜逃出精神病院纠缠对方 只花三天时间 成功俘获男人的心 原本以为可以一直在一起 可她的药已经吃光了 尼克只能选择将她送回去治疗 骗丽拉说去上厕所 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丽拉在长椅上焦急地等待尼克的回来 赤脚来回踱步 保安好心地告诉她厕所在哪里 丽拉感激地跑向远方 尼克本想驾车离开 但回忆上了发条 她发现自己已经彻底爱上了丽拉 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未来 她猛踩油门 调转车头 丽拉所在的地方就是她幸福的方向 尼克终于在医生和警察之前找到了丽拉 她紧紧拉着她的手在街上奔跑 然而警察在她开车门的瞬间将她按住 丽拉在身后私声喊叫 但被医生强行带走 分别的时刻 彼此深爱的两人紧紧地盯着对方 虽然没有说出一句话 但他们之间浓浓地爱意于言表 后来 丽拉被送回医院开始更深入地治疗 尼克的车票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 尼克被保释出狱 但已被精神病院列入黑名单 只能隔着栅栏远远地注视着 可丽拉此刻是重点关注对象 尼克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而丽拉再次走向绝路 想要结束这悲惨的一生 护士听到声响赶来救助 却看到她无助地蜷缩在地上 此刻 她的心中有了尼克 于是连自杀也成了一种奢望 尼克过上了许多人羡慕的富豪生活 但她心里只想着如何永远与丽拉在一起 面对一大群商业精英 她开始模仿丽拉发病时的抽搐 尼克如愿被送进精神病院 并以捐款为筹码 说服院长让她和丽拉住在同一间病房 她脚下的每一步都轻快而兴奋 看着爱人安静入睡 尼克忍不住露出微笑 我从绝望中拯救了你 而你用你天真和善良将我引入爱河 精神上的障碍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将你我完全隔离 我选择放弃荣华富贵 没有你的日子 阳光也变得暗淡无光 所以我勇往之前 投入那冰冷的深渊 只为能将你紧紧拥入怀中 我不求天长地久 只愿朝朝暮暮与你共度温暖时光 女孩突然姨妈侧漏势不可挡 继父体贴地用衣服帮她堵住 女孩甘大不已 接着继父竟将沾了她姨妈的手指 放嘴里瞬息 女孩瞬间被恶心到反胃 然而继父却一脸淡定 仿佛这种行为是常规操作 等到女孩洗澡时 继父陶醉地闻着她换下来的衣物 女孩总觉得外面有人 探出头来查看 但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这反而让女孩更加不安 她急忙回到房间里 给闺蜜拨去电话 想将今天遇到的奇怪事情告诉她 然而电话一直无法播出 女孩只好打开电脑给闺蜜发消息 希望她今晚能过来陪伴自己 然而闺蜜却告诉她今天有事 最早也只能明天晚上过来 女孩一边等待着闺蜜的恢复 一边紧张地望向门外 却不知道一切都在继父的计划中 女孩自父母离一后 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某天 母亲突然告诉女孩她正在谈恋爱 并计划不久后结婚 随后带着女孩来到男友家 下车后兴奋地在大喊宝宝两个字 女孩感到困惑 母亲从未这样称呼过她 所以她很想看看到底是谁被母亲称为宝宝 就在此时 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女孩回头一看 不小心流下了口水 那个男人正缓慢地朝她走来 女孩的心跳加速到嗓子眼 她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一开 就这样看了半个钟头 母亲突然跑了过来 满面春光地向她介绍 女孩这才得知这个男人就是母亲口中的宝宝 也就是她的新男友 两人在母亲的介绍下进行了一番寒暄 男人出乎意料地好相处 还送给女孩一条手链作为见面礼 情窦初开的她 看着英俊的男人如此慷慨 瞬间动心了 然而 她并不知道这个看起来英俊的男人其实是一个怪物 为了让男人看到自己美丽动人的一面 女孩特意穿上了一条贴身长裙 满怀期待地去找男人 然而 当她走进厨房时 正好看到母亲和男人浓情秘密 这一幕让女孩非常不舒服 单纯的女孩不懂得掩饰内心的情感 在餐桌上的目光始终盯着男人 她那只勾勾的小眼神 很快被作为情场高手的男人察觉到 就在这时 男人无意间吃了一片生菜 她的身体竟然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应 看着不停咳嗽的男人 母亲心疼坏了 连忙给予了一个爱的拥抱 没能抢到表现机会的女孩无比郁闷 肩膀搭拉了下来 然而被母亲抱着的男人 手筋搭上了女孩的肩膀 这一触碰让女孩心里那片破碎的希望再次燃起 直到深夜 女孩仍在回味着那温暖的手掌 从那以后 女孩常常偷偷躲在母亲房门外 想看看他们在玩什么游戏 女孩情不自禁地深陷在对男人的喜欢之中 甚至把母亲视为情敌 只要母亲靠近男人 她立刻出现 阻止他们进一步亲密接触 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了女孩的异常 但没有说什么 认为女孩只是无法接受她的新男友 在一次谈话中 男人告诉女孩她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 专门研究鱼的生存和繁殖 这个神秘而博学的职业让女孩更加崇拜男人 男人注意到女孩对她的感情 但并没有刻意回避 反而经常关心她 天真的女孩被她的关怀撩拨得心花怒放 但想到母亲幸福的表情 以及他们的婚期临近 女孩开始认清现实 她真心希望母亲能幸福 于是从那以后 她不再刻意针对母亲 只是偷偷地在没有人的地方观察男人 然而 男人的行为越来越让她无法理解 刚运动完的男人将衣服上的汗液全部拧在嘴里 还露出一副享受的神情 女孩看到这奇葩操作 直接好感捡了一半 但女孩还是对这个神秘的男人充满好奇 按捺不住想接触男人的心 她敲了半天门 却没有人回应 发现房门没有锁 女孩决定直接推门进去 屋子里一片漆黑 她正准备打开手电筒时 男人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女孩解释说她敲过门 并拿出两瓶冰可乐表明自己的来意 男人礼貌地谢绝了可乐 因为她对碳酸饮料过敏 女孩见状只好失去地离开 但男人却兴致勃勃地邀请她进来参观 地下室里摆满了各种浴缸 里面养着一种名为七塞蛮的生物 这种生物最早出现在三一六千万年前 比恐龙还要古老 它能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并寄生在其他生物身上 以吸食宿主的血液为生 男人对这种生物充满了痴迷 但女孩却感到恶心 谈到这里 男人的表情有些疯狂 让女孩觉得她有些怪异 也许是科学家的怪癖吧 下午 男人带她一起去划船 她结实的肌肉让女孩有些害羞 突然 她感到一股热流 低头一看 原来是姨妈来了 男人并没有表现出厌恶的神情 反而体贴地拿起衣服帮她遮掩 正当女孩感动时 男人却将沾满血迹的手放进嘴里 这怪异的行为让女孩心里发毛 她觉得男人肯定有问题 然而 这还不是最令人恐惧的事情 事后 女孩向闺蜜发送求助短信 闺蜜建议她直接报警 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女孩害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只能请求闺蜜过来帮忙 到了晚上 女孩被一道刺眼的红光吸引 她困惑地走到窗前 看见男人大步走向湖的中央 随后消失在红光中 女孩以为男人要自杀 赶紧冲出去大喊救命 然而 刚刚消失的男人突然从身后出现 而且她的衣服是干的 难道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但男人为什么半夜要出去呢 男人解释说她有梦游症 但女孩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天早上 母亲突然频繁呕吐 女孩开车去镇上买药 偶然瞥见男人正和别的女人浓情秘密 这不正是桌奸现场 女孩想追上去质问 男人也恰好注意到了她 这时 药店老板突然拦住了女孩 要她支付药钱 再等女孩回头时 男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女孩连忙回到家想告诉母亲情况 却发现男人也在家里 在女孩的追问下 男人表示今天一整天都在家照顾母亲 说完还向女孩眨了眨眼 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 女孩感到困惑 幸运的是 闺蜜收到消息感到小屋 女孩向她讲述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两人开始讨论男人的奇怪行为 闺蜜性格直率 决定直接面对男人 女孩则在楼下等待 她吃了一些冰箱里的食物 结果意外地昏睡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天黑了 母亲告诉她闺蜜已经回家了 一切只是误会 男人已经和她解释清楚 并且她还怀孕了 计划和男人结婚 男人装作大方 表示女孩可能是因为吃醋才编造谎言 希望引起母亲的注意 女孩无法辩驳 恋爱脑的母亲相信男友的话 认为女儿在撒谎 直接给了她一记爱的巴掌 大骂女儿现在就是个闲眼包 女孩被母亲伤透了心 大骂母亲你才是闲眼包 你全家都是闲眼包 母女俩为此大吵一架 最终导致她们分道扬镳 半夜 女孩看到湖边有红光闪动 想要下去查看 但天太黑 什么都看不清 女孩灵机一动 决定开车过去照明 结果不小心开过头 车子冲进了湖里 彻底熄火了 然而 女孩终于看清湖里 全是稀释人血的生物 她意识到这绝对和男人有关系 母亲很有可能有危险 她连忙赶去母亲的房间 却发现里面散发出奇怪的绿光 女孩透过门缝惊恐地看到 男人背后凸起密密麻麻的小点 她慌忙逃回自己的房间 稍作冷静后决定救母亲 然而扑了个空 房间里没有母亲和男人 只能拿出手机给母亲打电话 刺耳的铃声在异常寂静的屋子里响起 女孩仔细倾听 发现声音来自地下室 沿着声音往下走 女孩一眼看到母亲被绑在水缸里 看着母亲痛苦的模样 女孩冲过去解救她 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 女孩只能暂时躲藏起来 从她的角度看过去 一双飞人类的脚向母亲走去 女孩抬头一看 果然是男人 母亲意识到女孩没有欺骗她 但为时已晚 她突然感到剧痛 不曾想今天刚怀上的孩子 现在就要生下来了 男人一脸兴奋地看着母亲 不停地鼓励着母亲肚子里的孩子 只听扑通一声 一个小怪物就这样被母亲生了出来 没想到是个死胎 原来母亲谎到了年龄 实际上她已经42岁 根本不适合生孩子 男人气急败坏地离去 女孩趁机想解救母亲 随即将地下室的门锁死 然后拨打电话报警 不料男人早就在地下室 安装了信号屏蔽器 还在窗口威胁女孩开门 女孩连忙把屏蔽器砸烂 成功报了警 只需等待警察到来 然而就在这时 女孩发现一旁的水箱漂浮着一具尸体 居然是闺蜜 没来得及悲伤 男人已经出现在身后 直接掐住了女孩的脖子 随后伸出十米长的舌头 千钧一发之际 女孩仰了她一脸的盐 男人瞬间痛苦地倒在地上 原来她的弱点誓言 女孩连忙扶着母亲逃跑 然而母亲身体被掏空 无力逃跑 两人很快就被男人抓住 女孩被绑在椅子上 看着无数个长相一样 男人进入地下室 女孩这才明白 像男人这样的怪物有无数个 他们都是气塞蛮 利用男人的形象吸引无数女人 以繁衍后代为目的 当女孩绝望地呼救时 一个男人走到她面前 吐出一颗蓝珠到她嘴里 强迫她咽下去 等女孩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容器里 周围都是女人 她明白自己也将成为 怪物们的生育工具 然而已经无力回天 感谢观看